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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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告诉我你是思春了 春在哪里啊 我只不过是累了 过来静一静 累了可以调戏打坐啊 你又不是平常凡人 修为再高 哪指得住心累 你怎么了 想问爷爷了 我还想到 刚来到余都的时候 春光明媚 原本以为来日方程 结果却是事事无常 事事如流水 你只要知道自己所做的 往前看就好了 没想到 你年纪比我小 想得却比我通透 那当然了 我和爷爷云游四海 闯荡江湖时 你还在青云山里打呼噜呢 对了 今日我接到小凡的来信 说他们找到了 第二卷天书 只不过这天书 被鬼王宗夺了去 他跟着碧瑶 去夺天书了 萧师兄和清云回了清云 我怕小凡他 你怕什么呀 碧瑶姐姐 是不会伤害小凡哥哥的 这世间啊 凡事都讲究一个缘分 而他们的缘分啊 早就纠葛在一起了 有这种牵绊真的好吗 小凡他曾经跟我说过 他所坚持的事情 哪怕失去希望 拼到姓名的最后一刻 他都会坚持下去 不会放弃 他是不会背叛青云的 所以早晚断的 是他们俩的缘分 这缘分啊 哪是说断就能断的呀 你还记得在戏坛上 碧瑶姐临时改的结局吗 我不管 什么是正 什么是母 既然相爱 为什么不能在一起 如果他们非要杀你 那我宁愿放弃这身份 与你生死不弃 对 世事无常是没错 可这人心的力量 也是难测的 我总觉得 小凡哥哥和碧瑶姐姐 不管是不是能在一起 他们都会如戏台上演的那般 拼尽全力去争取的 你说得没错 人定胜天 他们争取他们的 我们努力我们的 想通了 如此可教嘛 想通了 主神 你这见面的场面 还是一如当年哪 想不到常参堂主 竟如丧家犬一般 真是可怜 你不是毒神 那你又是谁 无名之辈 不值一提 在下只需堂主告知 天书在鬼王宗 还是青云弟子手里 笑话 我为什么要告诉你 请慢 我可以告诉你 但我怎么知道 你不会杀我灭口 堂主多虑了 在下不仅不会杀你 还会好好替你 向你的那些仇人 讨个公道 讨个公道 沈凡 沈几 身在情长在 畅旺江头江水盛 你这满身杀气 是要去找张小凡吗 碧瑶是我鬼王纵少主 说节就节 说走就走 事后还若无其事 借口气你一验得下去 我验不下去 张小凡劫持碧瑶确实有错 不过他几次舍命相救碧瑶 这世上 你见过几个真心对待 为了碧瑶赴汤蹈火 在所不辞之人 就算你开了杀戒 消了气 杀了张小凡 你觉得碧瑶 他会好过吗 赌不如输 碧瑶他自己会想清楚的 就是你一味纵容 碧瑶才受此伤害 你身为青龙圣使 连身边的人都护不了 定海庄一战 更是处处受陷于人 你把我们鬼王宗的颜面 置于何地 颜面 颜面能值几个钱 尤姬 尤姬 你可曾想过 碧瑶他真正想要的是谁 他年纪尚轻 想不清楚 也很正常 只为秦固 虽死不悔 痴秦昼 我派禁法 入德我派 只为秦固 连一身血肉 也可奉为牺牲 究竟有谁怕死 最怕的是 这一生里 我派禁法 从未有过片刻开心 碧瑶他迟早会想清楚 你自己看着办 走了 我都会有什么事 恢复得不错嘛 看来是碧瑶为你熬的药 你喝了 药是碧瑶熬的 他人呢 恩将仇报 那次在定海庄 你和林京宇将碧瑶 出卖给豫阳子 这事我还没找你们算账 要不是看在你 为了救碧瑶不惜性命 这事没那么简单 出卖碧瑶 那日我问过碧瑶 她是在安居客栈 被人打晕带走的 那天在客栈的人 除了你和林京宇 没人知道她的身份 绝对不可能 京宇是绝对不会 出卖必要的 难道是萧易才 她为何要与豫阳子勾结 请留步 你我势敌非友 你还有什么想要跟我说的吗 一 我会去找必要 为失业之事向她道歉 二 天书是我们两个的事情 我是绝对不会朝她动手的 你就不怕我夺取 你体内的天书吗 要是落在鬼王宗手里 你今天就没那么容易逃走 我若是你 现在就走 除非碧瑶答应我 不会用她复活受身 不就做伤天害理之事 我交给她 又有何妨 不过你能担保吗 她们朝西南方去了 如果你现在就走 兴许她们还没到达古极城 请 行了 打晕碧药 交给玉阳子 小心消一财 走 走 定还装疑疑 内息一直不稳 那解药肯定也受到影响了 师兄 你怎么了 没什么 忽然有点不大舒服 我去打点水 我 那我就奇怪 你碧瑶的身手 怎么会被长生堂的人所负 定是有人出卖 张晓帆和林京允自然不可能 不是你又是谁 到底有什么计划 说 当时 玉阳子 以我两位师弟姓名要挟 要是我不交出碧瑶 玉阳子就不让他们活着离开山床 所以我才 照你这么说 你还是个好人呢 匡亲 我要是骗了你 就没有解药了 你要是不信 你就剁手吧 亮你不敢说谎 如果再有下一次 我绝对不会饶你 我现在就需要你做一件事情 回到青云门 想方设法取得所有人的信任 成为最有声望权力最多的弟子 这个不需要我教你吗 你们到底想要干什么 知道太多病吧 那么解药呢 解药我自会按时找人派给你 记住 你只是我派的一颗棋子 而棋子需要做的 就是服从操纵者的指挥 就是服从操纵者的指挥 魔教妖人 今日之主 有朝一日带我掌管青云 后领天下 尽让你们百倍还来 Preis 师兄 你可知上次 筆瑾是怎么落入玉扬子手里的 我怎么知道她被谁打晕的 我从来就没有说过 他是被人打晕的 我 我只是听说 师兄 你还要欺骗我们 到什么时候 我和小凡如此信任你 你为何要跟玉阳子勾结 把碧妖交给她 静语 他们都是魔教妖人 居心捕测 是 是我把妖女交给玉阳子的 我这么做是为了 让他们自相残杀 可你和小凡倒好 偏要与他们纠缠不清 才会害自己陷入困局 我忍辱负重两封周旋 在玉阳子面前卑躬屈膝 好不容易救下你们的性命 丝毫不知感激 竟然还要来指责我 原来你一直在想 鬼王宗和长生堂互相残杀 可你有没有想过 如果碧妖真的被玉阳子所杀 那岂不是伤害无辜 我和小凡一直敬重你 视你为兄长 可如今你的所做 并非我正道中人所为 你不用说了 是非对错我自有定度 你们说我一味隐瞒 那你们呢 张小凡早就身负天书功法 你知情不报是何愿意 原来你早就知道 天书在小凡的身体里 只是包不住火的 若我回到门中 向师妹如实交代 你们与魔教妖人私相授受 私藏天书功法 与魔教妖女纠缠不休 此等罪苦 必然会让你们遭到师门的重罚 小凡并非想私吞天书 他一直想把天书从体内逼出来 他之前在猎户人家 遭到寿人袭击 那寿人肯定知道天书 在小凡的身体里 如今魔教都想夺得天书 如果越多人知道天书在他身上 就会对他越不利 我理解你们的苦衷 所以我才一直没有挑明 静语 你知道当年我是怎么混进魔教的吗 为了不被人发现 我身负青云功法 我挑断了自己全身的经脉 什么 我一心一意之为正道 竟是散去全部的修为 我也不怕 因为我知道 青云是不会抛弃我的 我为了取得魔教中人的信任 受了多少苦 你们知道吗 魔教中人狠毒无比 当年我一进入魔教 便被灌入致命的毒药 这些年毒素犹如复古之躯 时长发作 痛苦万分 为了不让师门担心 我根本就没有禀报 因为我觉得这些苦对我来说 根本就不算什么 静云 我跟你说出这些 不求你能理解我 只是希望你不要误解师兄 我对魔教恨之入骨 是断不会与他们为伍的 师兄 是我不好 我误会你了 我们现在回青云门 掌门道法高强 他一定可以解你身上的孤独 我以运功压制住毒性 暂时没有大碍 等回到师门中 我会向掌门一一禀报 放心吧 小凡身负天书功法之事 我也会帮你们瞒着的 多谢师兄 你们是我看着入门的 我自然也会向着你们 现在只希望小凡 能够尽快追回天书 早日回到师门禀明一切吧 孔爷 碧莹 碧莹 你一路拖延 是不想回胡岐山吧 碧莹 碧莹 当年幽怡受了不少恐 不想你重蹈覆辙 但是我又想想 青龙说得对 这么多年来 你已经长大了 你终于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了 如果你一心往下走 我绝不拦你 倘若 你有一丁点儿顾虑 你也好好想想幽怡说的话 这个世上没有后悔药可以吃 幽怡 我不知道与小凡的相识 是对还是错 对于我 是好还是坏 可是我只知道一件事情 若我爹拿到天书 一定会死很多人的 碧莹 这些都是谁告诉你的 复活兽神的事 我都知道 须得肉 血 震 灵 四者缺一不可 烈血堂的年老大 万毒门的毒神 长生堂能御养子 他们身上都有兽神之血 所以我爹 他一定也有 你还知道多少 天书就是阵法 是不是 肉则是被选中的 作为复活兽神的 躯体材料 灵 则是散落在世间的 兽神之灵 我在滴血洞里 黑心老人 和精灵夫人的幻象中 看到的 这些都不是 你应该知道的 爹是不是选中了 张小凡 作为复活兽神的 躯体材料 所以才迟迟没有 取出他体内的天书 没有那回事 他早就安排 另外一个人了 那是谁 爹肯定在筹谋 无论如何 爹一直不择手段 想取出天书 就是为了复活兽神 兽神在先 也必定会像 张小凡他们说的那样 天地浩劫 生灵涂炭 碧瑶 你不要再被 清云那个小子 所迷惑了 兽神从古至今 都是我们各派的统帅 唯有兽神出现 我们才能强大 当年连番作战 内部分崩离析 抖制的惨剧 你知道吗 所以 尤怡 你也是知道的 等你回到胡祈山 有什么想问的 你爹自然会跟你解释 你要去哪儿 随便走走 他要落山之时 必须回来 否则今夜就无法 在三浮镇落脚了 早知道就不应该相信他 这小丫头 便走 何人 去吧 去找碧瑶 好 老头子 多吃点啊 来 亲一下 来 来 亲一下 愁多知也罕 此情安可知 当时已分知 若有一日 你爹想用天书复活受神 那么我拼死也会阻止他 你若是觉得张相凡不错 将他招致鬼王宗 也有何妨 虽然他为了你能拼上一条性命 可是他的原则不会变 你俩始终不是一路人 我还怎么差不多 还能拼上一条性命 可以用他 他需要给他 好朋友 等等 等等 客官 有什么事吗 小二哥 你有没有见过一个女孩子 穿着绿衣服 大概这么高 没看到 本店呢 没有住女客 当然了 没事 不愿意 愁妥之夜痕 此情难可知 当时已分枝 重逢半生枝 两情笑月时 谁也乱别离子 一君一匹笑容 怎么长相思 千般死无庸 谁人能自知 谁人能自知 小二 来了 客官 你有什么吩咐 麻烦你 按照上面的方子 帮我开几副药 小宝乖啊 别乱跑 这是按姑娘的吩咐 在天河医馆买的药 有劳了 公子 您吩咐的事 我都办好了 谢谢 谢谢公子 小宝书 天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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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知道你会跟来 碧瑶呢 我也在找她 小子 从今往后 你不许再纠缠碧瑶 否则下次见面 休怪我剑下无情 等等 你们没有回湖岐山 为什么会跟她走散 还有 为什么青龙不在她身边 到底怎么回事 你再跟着我 我一剑杀了你 没有找到碧瑶 我是不会走的 这世上 你见过几个是真心实意 为了碧瑶赴汤蹈火 也在所不辞之人 张晓凡 你不要再执着了 这样必然只有一个下场 那样 碧瑶也不愿意看见 我知道 只要我去湖岐山 果王一定会杀了我 取出我身上所有的天书 你不怕 怕 但我宁可自我 也不会让他拿到天书 碧瑶曾经说过 果王宗的人 不是那些滥杀无辜 试写成性之毒 但是你们有没有想过 一旦天书再写 受神复活 世间又有多少人会死去 那你有什么好办法 把他救给清云吗 我会说服碧瑶 求他帮我取出 所有的天书 然后找一个没有人的地方 让他永远不会被任何人找到 你这样做 又有什么好处 没有 至少这样 世间就不会再有那些打打杀杀了 碧瑶 不后 蜡烛和药有毒 不后 好 来 昨天我进过这儿 向殿小二打听过 没有你有4诸点 你别骗了 快去找人 里面没有人 那我们分头找找 2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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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怎么会打不开呢 你是故意的吧 这里头能取出天书 我问过玉阳子 天书确实被收在 伤心花里 你若不信的话 可以去找碧瑶 师父让你取天书 不是我 况且 师父他还重伤未愈 特意提醒过我们 万毒门暂时还不想 和鬼王宗的人 起正面冲突 那就容我 继续再想想办法 师兄 是 现在你不仅没取回天书 而且还惊动了幽姬 师父若是知道了 恐怕你就完蛋了 我这就去找碧瑶 设法打开伤心花 师弟呀师弟 谁让咱们是师兄弟呢 也罢 我去帮你引开游击 麻烦你 尽快设法取到天书 否则 你就亲自去跟师父交代吧 也罢了 原来也罢了 未够有格 也罢了 最近更好 你自己去过一班 是 怎么样 没看到碧莹 碧莹房中有蜂茄子 药理掺了川胸 会让人昏睡无力 那个殿小二也是中毒而死 身有毒的门派 万毒门 碧莹可能已经被抓了 事不宜迟 你到附近找找看 我去万毒门走一趟 好 人家家家宇宙是 跟人家家宇宙是 匠宫 封宝 鱼 缓入 鱼 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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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能做些好吃的 都师父十年开心 现在应该是 六师兄做饭吃 师姐一定不行 不过现在师姐 有齐昊师兄 他应该不用下山 再买点心了 你跟你那个师姐 关系很好吗 我记得 那是在 闭火天兵湖的时候 你也貌似救过他 当然 他是我师姐啊 行了 可以吃了 你闻一闻 香不香 挺香的 小心 烫了 却没见过你这样的女孩 这么着急 那你拜给我 小心烫啊 来 怎么样 好吃吗 好吃 你喜欢吃啊 以后我每天烤给你 以后 好 限量也别 不吃啊 你们 再来 一眉城 执着 沧海 叶火 我 如果 我 像飞鸟 停 我 我 记忆中 停 我 天一盏烛火 那微光能否照亮寂寞 听雨声嘀 看花开尽头 谈作语怎么只剩轮廓 难断的倾诉 某种的淡朵 一场梦谁都无法触摸 我醉在城市中恍然若梦 睁开眼时光交错 一分清照了光 一颗心照了光 谁为谁是魂落魄 谁为谁是魂落魄 谁是魂的我 难化你我 留爱不要太多 情开一朵 爱难领过 用我一生陪你挥霍 收到红星都坠落 一分清照了光 一颗心照了光 一颗心照了光 谁为谁是魂落魄 谁为谁是魂落魄 谁是魂落魄 我为谁是魂落魄 谁是魂落魄 谁为谁是魂落魄 我一生陪你回望 收到用心都坠落